台湾销往中国大陆的食品遭到禁止进口 政府批评中方针对台湾把原本2023年6月30号补件期限莫名提早一年 但有脸书粉丝专页日前质疑 中国要求的其实是食品原料来自日本实现的公司 才需要在2022年6月30日前完成补件 无关打压 对此食药署决定公布电子邮件 原来今年3月收到陆方来信 发现说好的2023年变成了2022年 还以为是对方误职才去信再问一次 信中询问2023年6月30号之前 补权资料这个日期还适用吗 对方的回信则明确写上是2022年6月30号以前 中国的通年回信就是明确的告诉我们 你确实就是在2022年的6月30号以前 要针对这些已经获得大陆注册的企业呢 它的相关的补件的资料必须要全数补齐 然后交给中国 至于新申请的食品厂商 从一开始送件就得要有完整资料 根本就没有补件这个步骤 因此也不会有2023年6月30号这个期限存在 石药署强调2022的期限指的就是所有厂商 所以针对新案的部分呢 因为你的文件本来就是依照中国要求的文件来准备 所以就不会有所谓的补件期限的问题 石药署也解释中国大陆在之前的信件中 是招待两件不同的事 一是不能含有日本实现的原料 二是期限是2022年6月30 但毕竟当初陆方在信中写在同一段 到底该不该混为一谈 政府民间各自解读变成口水战 TVBHM 综合报导